大家好,今天我们把贵脂副子汤,白煮副子汤和钢草副子汤的这三个方进行一下对比 首先我们看相同点 它们都可以用于风湿相波,表羊已虚的这种情况 都有发热,生重,身体疼痛 治疗时都需要温经,注羊,去风,出湿 然而不同点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贵脂副子汤 它是风湿,剧胜,表羊已虚 白煮副子汤是表羊已虚,风邪已去 唯有湿邪独胜 而钢草副子汤是风湿,剧胜,表里延期 剧胜,在症状表现方面 贵脂副子汤它是多以风邪偏盛 白煮副子汤是湿邪偏盛 而钢草副子汤是身体疼痛剧烈,又汗除雾风 小便不利,短气,肤肿 说明表里,阳气,剧虚 在治疗方面 首先贵脂副子汤 以贵妇相舞 助表羊而善风湿 白煮副子汤中 逐妇相配舞 走皮中而作水事 钢草副子汤呢 所以 白煮贵之钢草并用 既能去除风湿 又能辅助表里之元气 好,这三个副子汤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下期我们再会